富有反应住家周围啦 一直会有蚂蚁在活动啊 在车房啊 所以其实我们要比较注意力就是 户外啦 可能有些植物啊 一些立化环境下 他们这边都会有很多蚂蚁在活动 而这些蚂蚁会咬人的啦 蚂蚁这些 所以如果我们担心这些蚂蚁 入侵到住家或者在车房活动的时候 听咬到小朋友的话 其实像有些害虫防空啦 还是需要处理啦 像你可以看到这些树 他们本身的蚂蚁的活动情况就非常的平密 所以后续就会持续原神到一些住家环境内部 来活动寻找食物之类的 所以如果是说有一方面的担心的话 我们要有效的做一些适当的防空 来减少跟控制这些蚂蚁 也不要让我们入行到住家环境 听咬到小朋友啦 我讨论了 好 我讨论了 我讨论了